網友發出的視頻顯示 七一慶祝活動過程中 陰雲密布 黑壓壓的烏雲籠罩在天安門上空 而在習近平發表講話時 突然下起了雨 廣場上的人紛紛拿出雨衣披上 但沒人敢站起來穿 此時 習近平的講話剛好告一段落 人們不得不一邊慌亂穿雨衣 一邊匆忙鼓掌 看過視頻的網友紛紛感到惋惜 覺得 太可惜了 沒有下冰雹 昨晚下了 錯過了時辰 有網友問 怎麼沒打雷 下面沒一個是冤枉的 突顯網民對中共的反感和厭惡